小女花不器正在热播 剧中因为花不器的假死 赤子陈玉被某人堪虐 又是喝酒吐血 又是暴哭挖粉蛋 看了不少网友心疼的同时 也忍不住调侃 虐过之后就有大唐了 请别客气往死里找 说的大唐自然是陈玉追欺到江南诸服以后了 花不器假死来到江南 顺利和自己的外祖父相认 一时间恢复高贵身份 同时也改名换姓 用了新名字叫猪猪 然而这些都改变不了花不器爱戴陈玉的心 终于等到再次相见的时候 俩人默契的抱到一起互相倾诉 接着就甜蜜亲吻 恋爱模式由此展开 热恋后花不器内心甜蜜的不行 即使是查看账本 也忍不住想着陈玉的脸偷笑 只是这份突如其来的幸福 也总让花不器感到不真实 直到陈玉这天发了高烧 花不器这才把石头落了地 高烧的陈玉在昏迷中 反复叫着花不器的名字 甚至几次惊慌地抓住不器的手道 你不要走 这些话可比平日的甜言蜜语要好听多了 整个把花不器感动得一塌糊涂 忍不住脸红着 主动钻进被窝里 给陈玉降了一宿温 最惊喜 陈玉第二天醒来的时候看到 内心可是乐疯了 然而表面还是装着重病 看花不器为她忙前忙后 煮饭为药等 趁机把花不器帮怀里吃豆腐不说 还厚着脸皮撒叫不吃药 非要花不器清一口才喝 闹得花不器红了整张脸 剧中张冰冰饰演的陈玉 跟花不器CP感十足 剧情一开播就成了不少粉 只是在男二东方石登场后 有了对比让不少人开始质疑 觉得张冰冰演技堪忧 大哭和痛苦都没什么表情上的变化 不像男二那样切换自如 东方石和陈玉你更喜欢谁呢 啦啦啦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